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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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一位观众是演的那一时父母 好几说我现在穿这大褂 这哪来的 都是男女的表届花的 桌子上这醒的这扇子哪来的 也是把您的表届里边换的 为什么我们后台上面贴了一张纸 你们来的大门主你一半贴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那个 禁止入内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观众宣维的少一点 有的时候我们这眼门 这表演的服装可能就是一个套 有的时候眼门都在后边光着的 我说你一定不合适的 所以贴着张条啊 禁止入内 毕竟这不是动玩 你可以参容他 是吧 再说我们这模样 没有什么好看 我就算是咱们的国务社 严肆与担扰 我最大确定就是说实话 这个时候说什么 你要不请你往后看 里面别一上来 我保证你几位都想推票 所以说我就处于对着请你票去 我要趁多一下时刻了 谢谢 谢谢 这通过 然后我们就可以见证一下 我师哥有个人觉得是特别好 这个了解 这都怎么接了 都来听他来的 替你打骨脑的 打骨脑 打的反正模样 我不知道你哪个特务 西无际 你说天同一个人是吧 就是说他是原型 我师哥根据天同一个人认识 反正把你打的就是肘子 这么跑 会往旁边 拨的后哥一拨 他站不了 还一站他容易尿 哥一瞪子 他得待会儿去坐着吃 我们属于小学员 上来以后给你聊两句 抢个故事 咱也是为了交朋友 人少的咱有 人少的说法 人多有人多的说法 显如今 说实吧 但是这样特别难感 为什么呢 一个是演员 说这个的演员少 所以说这么多演员 有几位周三周五在这说错 也就是我 今天没事 他家人都故意赚钱 我今天没事 周三跟我们一会儿说 还有一个现在的 观众跟过去不一样 昨天我曾经问我师父一个问你 我师父是正好老师 我问他 我说 师父您看 为什么过去的一些 都没上我学的 或者是穷古子季 连学都念不起的 他才去说像什么 先说 因为我都初次毕业了 我还看过去见 我问我师父为什么 老师这一方 没有什么门槛 但是越虚越难 同样是说话 为什么人家说的就是艺术家 咱这说的就是骗观众 是吧 都一报神 那为什么 我师父说这样 过去也为什么有些人 也没念过书 人家这样能说像什么 因为过去 他说的这些观众群 都是卖菜 都是在一个路口 一些小商贩 你没事干的 卖个一斤菜 也厚累着 坐路边 来打相同演员 就说一段 而且里边什么都说 凹凹凹凹凹 脏的 昏的 心的 你只要来听不得人说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 起来于江湖 江湖意义 只要你有需要 我这就有什么 都什么都能说 当现在的一样 现在为什么 你初中低业 你还干不过 那时候呢 因为现在 关于我还上学了 哈哈哈哈 青春学又不一样 到现在你讲 你做过这道理 你初中低业 我属于高的 我跟我班主 是同一同种决定的 我班主 你都知道啊 郭老师那样 啊 郭老师那样 他也从低 所以说我们这不由人 啊 我们也是自力丰盛 啊 他说那个 啊 因为现在观众 你想啊 人家有大学毕业 我都是企业领导 人陪那么花三十块钱 坐底下听狐说 啊 所以说不一样 而且 我在这儿说 我就很有感触 其中就有意味 我在这儿说 说到一个点故的时候 底下就有意味 我们刚刚都已经在查 上网来都查 当时我就同听人家 我们有时候说的 这个东西 未见得知道 这么准确 这么精确 有时候就听别人一说 才能就跟你表明了 这上网查 他就是要的命 他马上把他做查 我很紧张 为什么他要 我要说 万一国南部队 他拿手就成为一篇 你说的不对啊 你们多在这儿 才让我怎么办 死 死 以死是一样 你看 卸入天国人 什么需求都有 他要说 我说的不对 你还能过得去 他要说这句 我叫你的名字 你也答应我 你说我怎么弄 真是 所以回到后台以后 就跟后台那些师哥说 师哥李文杰 属于我们 评传演出队的会长 特别同事 连夜 就跟郭老师贵报 说现代官 这往要求越来越高 马上他 马上摆住 查你说的对不对 而这就张开论 作为中层以上领导的会议 大会通过了两条 第一条 演员要不断的丰富自己 以满足高素质的观众群 满足高素质的观众群 满足高素质的观众群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老说 说单独笑的 是讲故事 那我今天来说 咱们讲的什么故事呢 说你哪个好关键是历史 清朝乾隆年间 清朝乾隆年间 那咱们有历史 有内反经在这 一章就清朝乾隆年间 清朝乾隆年间 清朝乾隆年间 清皇帝在位 架下有这么两位大臣 一文一武 一马一汉 文中堂 文华这大爵士 左东玉石立不天官 刘雍刘诗安 马中的五英殿大学士 和珍和平 刘雍跟和珍呢 两个人是水土不公 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儿 在一起拼拼打 为什么呢 和珍看不起庆庸 因为和珍 和珍 你看我们的皇帝的交情 因为到后来 公主下架给和珍的儿子 和珍雍德 他们皇帝两家是 儿女庆养自己是皇帝国庆 看不起庆庸 刘雍我也看过和珍 所以为什么呢 刘雍是科邦 他是他底下的新官 一级一级的莫习 到最后入伴的下 你和珍不是 你和珍是什么出身 你是 爹青武士出身 工业手里边 和珍是挑那个大灯雾的 都看过真空观 都看过 挑那个大灯雾的 这灯叫气子丰灯 为什么叫气子丰灯 就那个大灯雾有一个沙照 有这沙照的风吹工业 多讲理 吹工业叫气子丰灯 而且和珍还有一外号叫辣头 怎么叫辣头 你想那灯 点到最后就是你辣头 和珍有一外号叫辣头 而且和珍还有一个小孩子 据说秦龙王帝做太子的时候 有一天了 王帝弄 这秦龙王帝 秦龙呢 到这宫里就看了父王 一看这个 宫里边有一个小宫女儿 长得特别漂亮 长得又高又丢 哎呀这秦龙一看 他跟他闹着玩 一玩两玩 我一直都拿这个小宫水的支架袋 在这小宫女的后脖子这滑了一道 让他父亲给看见 讨厌王帝弄 进入这一步不行 那还能当皇宫呢 还是太子呢 这就跟在这后宫里边瞎玩 这一看行呢 很生气 下了一道御址 三尺脖饼 把这小宫女儿给刺刺了 秦龙之道 有我心中 很难过 很悲伤 说这怎么办 就因为这点事 我是小伙伴死了 有力有力的吧 转世同胎 我要不再一天 放个报答 到后来一天 河神一颗头 全国内大师已经为了 举传说 河神后脖子的这儿 有一道滑腾 他就认为 是这个小宫女转世同胎 找他来 所以说是加倍的 滕河神 也就酿成了 大清朝最大的一个摊物贩 这些东西 你看电视剧 保证都没有 所以说没事 您就多来听书 还找知识 他们两个人说不到一块去 但是这是前方国内的 左往右地 内容的刘英雄家里边来说 世代的忠良 从刘英雄他后期 开始刘同胸 三朝元老 脱乌的往臣 见过撒乎 后来 没清风见过撒乎 清四水明乌进 会养于沙盗 万万明灯 两无国中 但是跟河神差 但是在前方方来说 一个是左往 一个是右臂 前方皇帝也知道 河神能耐差 就是会说话 把河神爱听什么 他会说什么 会些巧 会些英语 但是他们两个人 必须要好 为什么呢 一漫一漢 这两个人说 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 影响到乌王的设计将斩 所以就经常的 找这个机会 给河神露领的机会 通知荣誉先生 你看河神多好啊 无论是说话 办事儿了 你们大伙都得学习 给他创造机会 这边就是 早朝已毕 没有群神散去 前方皇帝 淡淡影响河神 俩人在这聊天 前方皇帝也说 和爱情 不再来 朕问你几道题 你回去以后 好好想一下 明日早朝的时候 空着 文武军臣 我问你 你好 答应一下 十万岁 说着话 拿一条 就递下去 这五条一看 和人一看 这些道题很简单 什么高 什么低 什么东 什么西 什么薄 什么厚 什么肥 什么瘦 十万岁 我回去 我好像不琢磨都 行 回去吧 河神封掉自己 府里边 那是要的亲命 自己就 姐在这儿 府里边转 这要的亲命 这什么高 什么低 什么东 什么西 什么高 什么厚 什么肥 什么瘦 这个要的亲命 啊 这明天早上 上班的时候 帮我一共 这把小学 我都打不上来 我这不 丢人丢个大 他在府里边 正着急 大管呀 我就是乔夫的 啊 大管呀 我就是乔夫的 姐 你着急呢 啊 还行 你 什么事 你管哪 我都闹不清楚 你能闹清楚啊 是 这个我知道 咱爷们儿 真是闹不清楚的 啊 是闹不清楚 嗯 主子得出了八道题 你们早早的时候 让我答一遍 这八道题 我想了又想啊 爷 您咋咋几个来了 我一个都打不上来 你咋不上来 不要紧 咋不还是我嘛 好笑 养兵七日用兵一时啊 你请我回那 你还咋弄别人去 呵呵呵呵 你说咋不吃人 爸爸 啊 你干你怎么 你也不会我也不会 咱俩是为你死屋子 是吧 咱咋掏人呢 找谁 咱找 弄不过 我跟他不合你 你不是不知道 是 爷 我也知道 你跟他不合 你恨子 可你一切 别人 人家不是比咱们人家杀人大 什么 混账 献不服供的激励 哈哈 献不服供的激励 可是你说 我说他不合 但是问他 他能告诉我吗 爷 你怎么了 举拳能打 孝敏 人 什么意思啊 这是 呵呵呵呵 老爷 我说徐文静哪个人 徐文静 那什么 你跟别人那样味道 谁是属 要打人家 会不会一摸 还下不出手吗 下不出手 下不出手 快点不要脸 你下不出手 快点 那咱这一口鼻子 那个单狱找您公公 那个 我把他送你去 您随后就到 没什么 行 那买去吧 喝起来很聪明 得投其所好 后面得投其所好 要说给刘优伟 买的真正话 那时候家 买的什么呢 买的一盘的白干酒 又上了这的月神斋 赶着商家弄 叫出来 带着老汤来的 这里边有什么 杨语吧 有杨静的肉 有杨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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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弄好了以后 敢问哪 敢问李氏胡同 当年要李氏胡同 刘优优 来到这儿 刘优优 刘优优 刘优优优 刘优优优 张公尼官 尹刘优 何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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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张公尼奉 奉我们家老爷之命 刘优优 做点商品物 真聪明 知道我们老远 爱抽策 爱花 那去我地方来 那么说 刘优优在哪呢 佛后边 有一个小花馆 别的家 都是花园 种的就是七十一草 牛牛家里的不是 说是花园 实际上是一个菜园 里边弄的都是什么 黄瓜 黄饭 茄子 冬瓜 都是青菜 而且自个儿 没事的时候呢 还在这儿 花园里边 干干苦物 紧紧吃 收上来的菜 还自个儿能吃 这不是 刘优优其他官员的区别 这会儿刘优啊 就在后发园里边 汽上小叶茶 这种品茶呢 张神有大爱过心呢 老爷 那个 和他都管来了 让他进来 让他进来 张神在这儿和酒进来 或者说 那个奴才给老师请啊 还那个 我们那俩让我给你做点小礼物 也不值钱 那些菜呢 白点油 有些山盘肉 还有两把观众用的银银 有些奶粉纲 那些特色 啊 小时候来了 再给我看看 这一座凝凝蛋糕 啊 把观众爷给搓了一下 而山盘肉 给切了一盘 倒到外边酒 正去喝一吃 嗯 味道好 多多 回去好好谢谢你们 江老爷 啊 刘优优 那我就心告慧了 啊 色情转身走 嗯 一边 一边啊 喝着白白酒 吃着山盘肉 啊 抽着帮捏 拿现在中的来说 得有四十来分钟 喝的半泥骨半泥骨 是请啊 稍微有点上头 啊 油打外边都从进来的 老爷 何谈人来的 嗯 我就说啊 他不能白给我后离 准有事找我 让他进来 油打外边 潮血响亮 啊 喝身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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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好的啊 嗯 我就知道你来找我准有事 啊 那 我没事 我没事 这不是嘛 最近超市班 好 没时间再看你 那个 今天也没什么事 那个 你有事没事 嗯 你有事吗 我没事 啊 没什么 你也没事 我也没回来回吧 不 我有点小事 我就知道你准有事 说了 那个 晚会爷 给我抽的八道题 让我答一下 我这个实在是财数学浅 啊 那个 这不没别的吗 我找你 让你啊 给我帮个忙 这八道题 你帮我回答一下 凌鲁这时候呢 喝的是半牛半不牛 哦 什么题啊 说着话 赶紧把这题 啊 给拿出来 你看看 这什么高 什么题啊 你说 凌鲁啊 身处菜园的 什么高 什么 一看两个 所有都是青菜 他都一看 看见黄瓜家 黄瓜高 哦 对对对 黄瓜高 黄瓜高 啊 黄瓜高 什么题啊 什么题 切的题 嘿 我就没想到 我今天黄瓜高 切的题 还有这个 什么题 什么题啊 哎 糊涂了 动我动 细我细 对对对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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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薄和酷 什么薄什么薄的 你这个 耍琴薄 人的人一耳耳耳 你爱我我爱你的 这人情有薄 哦 耍琴人 那什么厚 喝酒 烘 热喝又有交情 啊 还有这个 什么 没什么事 哎 我又一看 啊 旁边不知道 你看桌子吧 你这烧热肉 嗯 杨有油肺 杨见的肉 说 我谢谢你 哎 把喝成给美了 呀 要不帮你回家 啊 你不是清晨 我见了一个皇帝 我说你说 我说学的还了呢 啊 我谢谢你 啊 一边抱着一边回家 哈哈 他咬的时候啊 刘庸接着在这儿 喝酒吃烧热肉 啊 那么说大臣 急顶上朝呢 拿现在中车来过 早晨屋里面 皇上就给生怒了 所以说过去当时 一休睡不着什么叫 凌晨三四点钟 就得打家里出来上豪 留庸了 因为多放了点酒 这哪里是素酒未醒 啊 正名医护人呢 啊 该就清醒了 也该走了 当时就一亲 哎 哼哼 哼哼 谁找过来 他让人说 老爷 你怎么了 你抽着人家 喝着人家 吃着人家 你这么喝大人来的吗 哦 他来 他来干嘛来的 这不是吧 就是那个 给你送的东西 啊 老外套啊 他穿着我派光明爷爷爷的 啊 说那个万岳爷爷出帝上的搭 他都会转明来的 什么帝啊 问那个什么 什么高 什么帝 什么东西 啊 那我怎么说的 你告诉人家 你说那个黄岳包 切的帝 东东东西 哈哈 师傅说 那没错了 老爷 我看 喝点人一般 就走了 就走了 我个清智 还干 啊 皇上问他这哪能开玩笑啊 这上金银一说是准惹坏 赶紧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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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架人 穿衣服 背好架 上金银 但是到了金银 这班人家都站好了 赶紧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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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火刺刀,他把刀铃铃铃来成功了,火刺刀,什么刀呢? 八岁,茄子刀,把琴弄你,琴弄你,让你想一想,你想一花花一茄子,什么刀,什么刀呀? 东方,吸或吸?吸不喝水,喝酒的荣imore市场,喝水不喝出,什么汉 underwear泳脸 Aquí careuche you fiascoa 拿钱包喝酒不喝,什么肥什么肉的? 我就来喝这个我以为エヨ你的油盒那样לי ESJ dans Hip in Keith 饿把清给气了 哎 你是一品大人呢 你那大脚趾 是好不说八道的 上阳也切到包裹的 这是清给 哪有一只六五 陈三 你这几道皮大一点 说 什么高 马帅 俊王高 嗯 清给你心里边更舒服 啊 那什么丁呢 啊 陈子的丁 啊 什么高 什么西 啊 文在高 武在西 啊 什么薄 什么厚呢 啊 人情薄 人情薄如指 啊 什么厚 啊 喝酒厚 啊 诶 你怎么也说这样 万岁 这人 喝酒是人之常情 啊 人人为意喝酒 这人也厚 万一江也厚 啊 啊 还是这个 啊 肥跟兽 什么肥什么兽啊 万岁 言双兽 言双一打 万物凋零 啊 什么肥呢 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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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如油 啊 清皇的一堂大武 你其实人家做这个 啊 喝酒在旁边也跟着如下 啊 我那个也是大抢我呢 太学者了 零楼 潮市一币 在潮房子里面 俩人拿去 啊 喝酒你别老 啊 你别老 你跟我说说这事啊 你交给我那两个词不一样 零楼 对啊 你昨天哪个诺诺啊 你们一家菜园子 对 菜园子说的 主理事 菜园子的事儿 经济上问的说的主理事 经济上的事儿 啊 两个人在这儿似乎起来 啊 有这个小的太人穿植 穿点味道 后宫济世 怎么回事儿 前皇帝说的 那你一瞧就知道 准事儿 就用作套 合身去玩了 啊 先说啊 蛮远合身 我说给你创造一个露饼的机会 你又创造一个租人的机会 啊 两个这么方便 你谁打的跟着一条 或是能干干干干干呢 啊 这样吧 啊 咱们后宫啊 咱们一块吃饭 啊 说是吃饭呢 就要四圣宴 啊 说是吃饭简单 但是 我不知道你哪位 跟黄帝在一块吃过饭 啊 这里边非语大 啊 跟男人不一样 咱们对国家吃饭 来一个火锅 来什么都挺好 啊 跟黄帝吃饭不这样 你说你跟黄帝咱 干一干一干的,当时就傻了 王老师范的时候,上面有一张桌子 底下两个人得站起来 你不是说,你要把你平行坐不应,你比站起来 王老师范,今天你去军事大敌,不必拘束 两位爱情将会坐在一起,两个人赶紧,现在对天 两个定盘坐,坐好了 说是跟王老师范,这得行,六宿礼 什么叫六宿礼啊,简单来说就是三百日后 把六宿礼这张位置,帮你帮你,喝三个小头 拿筷子加一块,派黄瓜吃,再喝三个头 再加个彩带吃,不如说 但是这可是天,不是每个称的都有机会 跟王老师范在一起,是吧,这里边规律大 而且大家说,王帝,咱们老百姓的句话叫 吃一看二五官三 这句话哪来的,就是把这个房屋里边传出来 吃一看二五官三 说的都是吃饭 首先这个看和端就不一样 看着太远端下去,拨就搁在这儿不动 王老师范经上去看的菜 有两个小菜里,端着一个大瓷盘子 瓷盘子这个桌子中呢,拿这个浆底摆出一个山的形状 千万拿那个鸡蛋黄,摆出万江山四个字 若来以后,贵好了,往上一乘 有一个筷子,黄老师拿去筷子来 我这儿去划了,这叫万江山一扫平,去不及 这道菜马上撤下去,这叫看菜 然后紧接着上关子菜 一拉六,有一个条案,上面摆着十三个海盘 大海盘这么大,摆着十三个海盘 海盘旁边,两边有这个银环,银环上挂着一个银盘 银盘上写着,当时天下南齐北洞十三个水龙子 好几乎是黄老师来着吃饭呢 一看,今天上了十二个,果鸡那些菜,没上 就知道果鸡出事,马上吃完饭以后,派人去争讨 今天吃饭一看,果肉的菜也没上 就是果肉果鸡也不出事 今天一看,吃饭就剩一碗了,那就别吃了,逃吧 哈哈哈哈,看着就跑了 这叫吃一看二,眼观三 然后上这个吃的菜 上吃的菜呢,骨骨蛋的菜都不一样,不再同样 黄老师想吃哪道菜,要三百六十五道菜,他做不着了 拿手一纸,小菜也赶紧,给夹一块吃饭 这里边,不是说咱们跟老百姓,跟那一家,三口五口,都往一块吃吃的 黄老师想跟黄老师一起吃饭,那更麻烦 跟列子去的两回事 这边,两个军臣之间一边吃一边喝点聊点,和这个紧张的气氛 请黄老师说,两位爱卿,现在这不是饭口 但不知道两位爱卿,家中平时吃点什么呢 俩人说那个饭就这样了,打翻人回去,把我们家里的菜拿过来一样两样的 让你瞧一瞧,行去吧,功夫不大 你瞧一瞧,两边采通道,和这家里的采清道 一会小菜也翻一个,翻一个盘子 盘子上面呢,是一个磁的,一个小板 底下是一个磁砂的坨,盖着半,大家盖着一看 一看,非常高兴 里边有这个白的,有绿的,有黑的,什么呢 白的是豆腐,黑的是冰末,而绿的是食物清酒,这样是一个操菜 拿换了一家,把豆腐加开了,里边有很多的小鱼鳅 哥哥,没人一条,嗯,魏美绝昂,和爱卿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和这跟您一道,对 我这叫脱蛇蜂洞 你想看,这个小鱼鳅买来以后,各种鸡蛋轻入它咽着 为的是把身体里这些当中的人吐出来 然后各种好东西掉进汤汤 熬这一块的豆腐 然后搁到锅里边再用清水熬 把这小英雄倒进锅里边去 他为了避这个热 这小英雄渴望这个豆腐里边钻 到最后也熟了也死了 这小英雄就在这个豆腐里边了 前后一天 这很好 就是死了 但是说反正熟了就好呗 熟了就是 正说着呢 刘鲁先生的菜也到了 你用小菜也端着 用河盘 上面一个大盘子 别喝这个风味比较大 一个大盘子盖上盖 打开盖一看呗 里边就是两颗葱 旁边有一点浓腔 打破碎 你尝我这个 我这个也不错 你尝我这个 情侯这咋这么大红蛋酱呢 这来尝啊 卡白一块葱 你站啊 这一吃 嗯 喝 不错 这个玉山包太贴得了 这么好吃 过去不送去我吃 啊 你这叫什么名字 啊 比如说这个 他那个叫我叔叔 我这叫 秋奶 啊 行 走走走走走 好 来啊 吃完以后贴了饭 小弟扎实 过着拖帆 到玉山行 转身又回来 空管没天 啊 皇上吃饭不欲大 啊 一说这 为啥没天呢 万岁 龙体要紧 啊 别撑着人 别以为他皇帝更容易 他皇帝 啊 不容易人啊 每天吃多少饭就是有规定的 今天一说 这菜做的好吃 啊 多吃两碗饭 不行不给 万岁龙体要紧 啊 一说今天 这个菜不好吃 少吃两碗米饭 马上这个 啊 有太医就来了 啊 万岁今天中央主寺十一不正 啊 少吃两碗饭 多拿二十个藏药 这你得 你得补补这个 啊 啊 万岁龙体要紧别撑着 不行 这很辣 哎 哈哈哈哈 呵呵哈哈 鲜龙体比辣的 哇 别多去 啊 小再扎事儿都去了 也不敢抗乌孙 算是把混蛋的女孩 溜入米溜 啊 鲜龙体刚去 是不是想办 啊 啊 正说着呢 又上菜 上省菜 鎮香的食鱼 你听听道菜就是 啊 食鱼 一个鱼子边 一个食边的食 啊 这道菜这有鎮香菜有 就这种鱼只有镇江才有 拉上完以后 一天 对不对的少就变了 两天的味儿就变了 到了第三天 对不对就吃着 从镇江到北京 一千八十多里地 六十里地设一个地战 拉上来以后 八百里加急 先人不先马 往北京成功 往北京成功 一人送到玉山堂 悄悄的爱的不能吃的 最后还能吃点三条 老太后一条 皇上这一条 还剩一条 前后我说 来啊 把镇江之鱼赏给我的两位爱卿 比如一看 镇江菜衣赏下来了 心里咯噔你 前后这么好吃东西 让他吃了就造计了 就造计了 你说 臣妮万岁 前后吃啊 万岁 臣妮花 这个十余乃是天真贵 你看东西都这样 那个 我 我只吃鱼头 这鱼身呢 这喝了人吃 那为什么 这个轻鱼的吃不着 这是我们祖德飞行 能吃这个十余 而且我常见的人说 这个吃十余的鱼头啊 能让人聪明 所以说 我只吃鱼头 可是你 那不行 你甭带鱼头 鱼头我来 咔一下 把鱼头 挑到自己盘子里 咩咩咩 在这摘一点包 空腹 你想那鱼头上都是鱼头 就裂后鱼脑来会儿 剩下不低一点肉 搁到冰上 胃肺绝断 喝 和人的眼泪就下来了 太缺德了 再一看牛腹 吃的光肉味儿了 你就知道了 太吃了 巴翠 他骗我 他不过鱼吃 别人 他吃过肉味儿 我就吃 这一盏 别吃什么 啊 喝 我请我给你气 啊 你说你们 啊 两个大人 一天到晚的 出的他就能闹的 刘龙 你怎么不能玩鱼吃啊 啊 刘龙赶紧出饭味道 巴翠 我说 没没 没不说实话 我说什么实话 啊 我刚才不说了吗 我吃鱼 刘龙让人聪明 他刚才吃了半个鱼 我就知道 不如鱼身的好吃 这来不吃了 没有 对 别说 首先